前幾年阿南有討論 引起整理的推動 此時下台式署法 也有的路牌 搞通普路增 含有討論是控制 但這已經違反了 討論搞通票資 票先 好資在這個規範 結束會要下情處理 有所要求 香港所要 充滿團 也有下台式的路牌 該做法理規定的補提示 此時下台式的路牌引起整理 經過媒體報徒高博 港部路正式壓迷口的表現 此時共公司半年前 做路牌事件 邊境屍體 無限老港部 成長吃飯雞肉 經理法內 透露交通票吃票室 好資設置規範 法官問本主管機閣 今天來告訴你 對此時共公司說 認證黨議來做下台式的路牌 有重要補充的 總共已經是九萬八千元 以下整本增加 可能是要獎勸四十萬元的醫生 但首都港部正式的公文 高博 為了獎勸費來 完成路牌 如果我們確實在正體制的一個標準規範之下 是確實要遵照的話 那公所再來 佐以再做這樣的一個經費 變略的一個修正 但是沒有注意到發力的過程 不過不再出海外 我繼續來告訴你 下個新聞 陳明 同不同